共享托管适合您的需求吗? 优势与劣势一览无余 在当下的互联网时代 为个人或企业打造在线形象已成为必须 不论是初创博客 搭建个人展示页面还是上线电商网站 选择合适的网络托管方案都至关重要 共享托管因其特性而成为初学者与中小企业的首选 但究竟它是否适合您? 以下,我们将详解共享托管的优势和劣势 祝您做出明智抉择 共享托管的明显优势 性价比高 最显著的优点是经济实惠 如其名 多个网站共用同一服务器的资源 降低了托管成本 对预算有限的使用者非常吸引 操作简单 大多数共享托管配备直观的控制面板 例如C-Panel 即使技术背景薄弱的人也能轻松管理 免维护烦恼 共享托管供应商通常会承担服务器的维护工作和安全更新 用户可以省去很多麻烦 丰富功能 多数供应商还提供额外工具 如一件事安装流行CMS 邮箱服务等 共享托管的潜在劣势 资源受限 因资源共享 服务器的带宽 内存和存储空间都会有限制 流量大的网站可能在高峰期经历加载延迟 安全隐患 共享环境下 如果某个网站被攻击 可能会增加其他网站的风险 潜在性能问题 在同一服务器上的其他网站可能会影响到您的网站性能 定制能力差 与私有服务器相比 共享托管缺乏深度定制的空间 结论 综上所述对于初学者 个人网站和中小企业 共享托管可能是一个实惠且简单的选择 但对于迅速扩张 追求极致安全性或需要深度定制的用户 考虑VPS 独立或云托管可能更为恰当 共享托管是众多初学者和中小企业的首选 主要因其高性价比 这种模式允许多网站共用一个服务器 成本较低且操作简便 供应商还通常提供一系列增值功能 但它也有局限 如资源限制 潜在的安全问题和定制能力不足 总体来看 虽然共享托管适合初创项目和预算有限的用户 但那些迅速成长的项目或需要更多定制性的用户 应考虑其他托管选项